然後這個先看有沒有附近 這個很重要 不然有時候你在開的時候 這個會打開的話 這個是安全比較好 是尾之前都會 循勢一下 對對對 這個比較正常的工作 好OK 對差不多 這個磁漆吧 有時候也不會超過 前面有車的話 有那麼麻煩喔 對 現在我們的家長 最注重的就是 小朋友的安全健康 尤其 我們這裡幼兒園 不敢說 我們來採購了七部 的一個娃娃車 尤其我們也要請電眼廠商 來做一個規劃設計 甚至說這個車子 在行車當中 接送小朋友 把這個路線 透過我們FD的下載 能夠知道 把我們這車 這先知的這個位置 和這時間幾點 能夠到達我們家裡 那尤其 這種也非常了解 我們的家長 非常辛苦 也因為小朋友 反正下載時 才會賴喘 吃早餐的一些問題 又怕娃娃車等太久 還是娃娃車不太急 也會到 所以我們公司 這個人車場 設計這一套 可以說 我們家長 下載完之後 很清楚的了解 我們這車輛 開點會到我們家裡 能夠來接受小朋友 可以說 我們家長 有時候 日曬雨林的時候 不然我們家長出門 如果我們都了解 我們這車要到達幾點 然後接受我們的小朋友 來上學 以及小朋友 這 在上學當中 我們的家長 也最重要 引起我們安全 到達我們學校 也可以透過 這個手機 APC下台之後 能夠了解 小朋友 是不是到了學校 最頻繁的地方 我們的小朋友 能夠快快樂樂樂樂的來上學 可以免得能夠回家 這是我們家長最大的 沒有 那個APC的時候 都不知道那個 娃娃娃到達的時間 都變成要到那邊多等待 或是太晚出來了 可能就讓我們娃娃娃娃等待 然後至少這個APC之後 就知道說到學校的狀況 就是要到學校 都很清楚的